國民黨徵召新比市長侯友宜出戰2024總統大選 那究竟這樣子宣布之後有沒有改變選民的想法 就帶大家來看最新民調 那這個是聯合報的總統大選民調 可以看到目前暫時領先的 就是這個民進黨賴清德 他有百分之二十八的支持度 那緊追在後的是國民黨的侯友宜 有百分之二十四的支持度 那目前落後的就是民眾黨的柯文哲 是百分之二十二的支持度 不過這邊有特別可以注意到的是 柯文哲他雖然現在是落後的 不過他在四十歲以下選民的支持度 是領先這個賴清德還有侯友宜的 那其實也可以看到 他們這樣子緊追在後的幅度 其實都沒有差到太多 所以之後還會有怎麼樣的變化 都還可以再繼續的觀察 沒錯 因為距離大選 還有一陣子的時間 所以可能還是會有很多的變動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最新的民調裡面看到 目前領先的是賴清德 是二十八Percent 那相較於之前都是一路領先的侯友宜 這次反而是位居第二咯 那對此資深媒體人王陽明就指說 其實早在上週的時候 藍營就已經出現了警訊 他表示從TVBS十九日公布的民調顯示 侯友宜當時是拿下了三十Percent 雖然支持度是最最高 可是離第二名賴清德支持度二十七Percent 可以說兩個人只有相差三Percent的這個幅度 可以算是非常的緊 所以他也說這份民調對國民黨來說是警訊 並不是一個喜訊 那其實現在各界也都相當關注說 侯友宜的副手人選是誰 之前也有傳出說前台大校長管中敏是人選之一 不過對此前立委神父熊職員說不可能 甚至還在節目上跟主持人說 他可以拿房子來當賭注 神父熊在Pub大國民分析 台灣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侯友宜知道但是國民黨糊塗 所以在有一股反哭的力量 想要推舉管中敏 如果推了管中敏當副總統 那所有侯友宜的優點和優勢 都丟到水溝裡面去了 神父熊說侯友宜不會挑管中敏當副總統 更和節目主持人說 如果管中敏當副總統 我房子外面在家移動送給你不可能的事情 另外他也有說李貴明也不可能 那現在國民黨確定由侯友宜出戰 2024的總統大選 那本來有意爭取的郭台銘呢 雖然表態支持 不過仍然引起大家的熱烈討論 那秘書長黃建廷就透過臉書表示 徵召過程絕對公平公正也經得起考驗 而對此資深媒體人黃光晴就反嗆 黃建廷在5月15日 朱立倫和郭台銘的第一次會上 竟然就搖身一變成為了 第黑箱民調的老前 侯友宜 董蒜 國民黨徵召新北市長侯友宜 角逐總統大位 遭到名嘴黃光晴等人質疑是黑箱操作 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22日搬出上帝 強調自己是虔誠的基督徒 仍在座上帝在看 徵召的過程絕對是公平公正 經得起檢驗 隨後黃光晴用他的魔法來對付黃建廷 在臉書強調自己也是一個基督徒 要來戳穿黃建廷這個基督徒的假面 黃光晴指出黃建廷早在4月13日 九成說溜嘴 黨內就是侯友宜樂 還掰出黨內征選三階段 對郭董進行養套殺 從2月開始不准郭董發文 還在4月5日的記者會上要郭董承諾 一旦不獲黨內提名就要郭董挺侯 一邊禱告一邊說是為了郭董好 甚至到了5月15日 第一次諸國會上游升一邊 成為第黑箱民調玩虛偽 徵詢的老千 黃建廷跟郭董之間 通過多少電話見了幾次面 上帝最清楚 黃光晴氣憤的說黃建廷 以上帝之名行出賣之時 國民黨在左南區的立委初選 競爭也相當的激烈 而三年前越籍打怪 投入高雄市長補選 失利的議員李梅珍 這次也爭取立委的提名 發文強調不怕粉身碎骨 只怕壯志難愁 李梅珍說三年前在韓國瑜市長 被迫離開高雄 國民黨情勢最艱難的時刻 自己擔下了一切 記得市長補選的選前之夜 韓市長特地前來支援 而大雨中和他一起站台 他強調 當時的我不怕粉身碎骨 但現在的我卻怕壯志難愁 提前出局 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心體壇 收集NBA西區決賽 第四戰面臨淘汰邊緣 背水戰的胡仁 辯正迎戰金塊 不過比賽最終金塊 是以四比零 橫掃胡仁 取得晉級總決賽的門票 在西區決賽落入零勝三敗 決境的胡仁迎來背水一戰 落成天王詹姆斯上半場猛轟 三十一分率隊拉開十五分領先 沒有料到子軍大軍第三節攻防斷電 單佛MVP約基奇率隊展開反擊 儘快打出三十六對十六的一波流 扭轉了頹勢 中場是以一百一十三比一百一十一 闖進苦等四十六年的總冠軍賽 轉換焦點 看到的是Body Shop 臺灣區的創辦人黃慧娟 她前年的時候到法樣診所 施打玻尿酸之後 竟然突然的昏迷倒地 送醫搶救七十天之後 仍然申告不治 而檢察官查出診所的負性負責人 以及零性護理師 兩個人竟然都沒有醫生執照 而日前判決也已經出爐了 美容酵母死於美容 醫美診所被法院判賠三百七十一萬元 諷刺的事件發生在2021年 The Body Shop媒體小鋪的 臺灣區創辦人黃慧娟 是台北市法樣醫美診所的鐵粉 沒想到當天去打玻尿酸後 在診所昏倒七十多天後 宣告不治 黃慧娟的獨子曾志平 棄得指控診所過失致死 民視部分求償五百萬元 曾志平先前接受我們 ET TODAY採訪時表示 母親黃慧娟從2008年到2021年 去法樣醫美二十幾次 也給了法樣總共八十幾萬元 但法樣卻說那是黃慧娟 跟他們負責人買珠寶的錢 事發後曾志平想要了解 母親的就診情況 結果診所拿來的病例 全都是同一個人的字跡 連病例紙都是新的 讓曾志平懷疑 這病例根本是造假 檢察官也查出 法樣診所的負性負責人 和靈性女護理師 都沒有醫師執照 卻對黃慧娟宣稱 可以幫忙打破尿酸 肉毒感菌等 結果等到黃慧娟發生意外死亡 負性負責人還指使 靈性護理師未填治療記錄單 改成臉部保養 保濕等不實內容 台北地院今日審結 認定負性負責人 和靈性護理師 與黃慧娟的死 有因果關係 判兩人應該連帶賠償 371萬多元 全案人可上訴 過失致死罪等部分 則發回台北地檢署 重新調查中